为了解决疫情对台湾各产业造成的冲击 行政院上午正式通过防疫纾困特别条例 针对居家隔离或检疫者将给予补偿 而且没有职业限制 单纯只对人 像是如果被隔离者是12岁以下的孩童 就由家长帮忙领 自营的白排车驾驶或摊贩 一旦因为疫情被隔离也可以请领 另外受隔离者违反规定 到处逛大街将会加码开罚 最终可以开罚100万 为了平息武汉肺炎对全台各产业造成的冲击 行政院20号上午正式通过防疫纾困特别条例 主要是补偿 合理补偿 关于他人身自由受限制的一个补偿措施 所以他不算生活津贴 如果不是公价 关于补偿的请求对象是政府 除了编列特别预算上限600亿 有了过去SARS的防疫经验 这次条文只列了18条 其中针对居家隔离检疫者将给予补偿 被隔离者如果是16岁以下孩童 自营的白牌车驾驶或是摊贩都纳入 无职业限制 只对人 至于被隔离检疫或请防疫照顾价劳工 如果清业主愿意在他们隔离期间 照常发薪水 则可抵扣营业税 另外商业制造业纾困金额高达200亿 也将规划发放振兴抵用券 防疫期间如果有轰抬防疫物资价格 或者是离患者不遵照只是传染他人之余 散播谣言 罚则都不变 能够在不管用生活津贴 或者是工资的补偿 能够入房 不至于说在防疫照顾的时候 想请不敢请 请了又怕没有收入的替代 检疫居家隔离有一定的补贴 其实这个一个礼拜前我就提出来 大概都开始发现有趴趴走的现象 给予适当的补助 然后加重罚则 就是加强监管的密度 政院纾困旧经济 但在野党立委认为 条例仍有加强空间 特别是监管力道 判能进一步补足防疫漏洞 记者送不到